这个10块钱一份 这个3块钱一份 几号前面有多少桌 4桌 大家好 这里是乌拉拉 好久没跳 这里是西城 我们也是 哎呀太阳 不是我要装逼啊 太阳很刺眼 我也没有办法 今天我跟摄影师 还有同事孙女士 一起在旁边开会 正好就来到了这个 满横记 北京 就我来讲啊 应该是最牛逼的摄影 恰逢现在正好是11 肯定有好多朋友 要来北京旅游 那么这家涮肉 你一定要吃 这门口有好多小吃 我怎么要买啊 我都排了半天 我都买了 哎呀别的要半斤羊涮肉 B08 然后再等位 在等位的同时呢 你们看 特别贴 特别贴 这也不算多 那边那大姐买的更多 现炸的 胖的 纯肉的 好吃 这丸子特别棒 我还记得了 咱们加一口肉 鸭签肉 好吃 哎这个鸭签肉还辣辣的 又排上了 这明明是来吃涮肉的啊 就非得跟这门口这小吃过不去 其实咱走的时候买也行啊 朋友们 走的时候这儿就没这么多人了 我买了这个 鸟鱼属于中下层的鱼 我作为一名钓手 你跟我讲鸟鱼 周山鸡钓的全都是鸟鱼 看上人了 喝 全是人 这个黄瓜水特别好喝 特别解腻 这一顿就是北京特色 你不要再屁 这个鲜鱼汤就是北京的 这就是买的鲜 这就是西安嘛 啥鲜 其实呢这种铜锅涮肉 每一家的区别都不是特别大 就是一酱二肉 他们家的酱 我个人来讲是正正好 然后其他家的呢 比如说像南门涮肉 或者说通县有一家叫通玉顺 也是一个老字号 就他们的酱就偏鲜 就外里客人如果来的话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然后另外他们家的肉 我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中韧的 就特别的好 炒红果 酸酸甜甜 应该是酸酸酸甜 放肚 好吃 他们家蒜分两种 这个十块钱一份 这个三块钱一份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什么老师傅什么一系列各种腌制 十八天类似于名字挺长的 这个就是两个字糖蒜 区别不大来了直接点这个三块钱的就行 羊尾油吃涮肉之前先把它放进去 你们来北京玩一定要尝一下这个东西 炸窝豆片配臭豆 什么 不是抹着吃 是站着吃 抹着吃 我就非得抹 别闻 这闻起来棒极了 羊肉煎一点这种肥瘦相煎的 这啥啊 老板点吧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糖饼 为什么要说这么烫 肥瘦相煎的 你拿筷子加我嘴也受不了了 胃也受不了了 你先来吃羊肉吧 羊肉好了 羊肉好了 让这个羊肉蘸满酱汁 棒不棒 看上去 是不是受不了啊 谁要是大碗上的这条食品 我就对不住了 太饱了 他们家的这个麻酱 你是可以使劲蘸的啊 因为真的不咸 这个绝对是碳水怪的最爱 如果你来了 一定要点这个 听我的准没错 这个牛肉呢 是我们健身人士的最爱 黄牛肉呢 又是牛肉里面的极品 他们家的这个手切鲜牛肉 真的是特别好吃 特别嫩 这个我每次来都要点好几包 就你很少能吃到 手切的鲜牛肉里面 它夹上去会让你感觉在边嫩 这大碗好像十二十三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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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十几块钱 好吃 今日消费408 三个人花了408 其实还OK 人均一百多块钱 如果你只是为了单纯的吃牛肉 那我觉得这个是那比较比海底包子要高 没有 因为我们要记不出来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